年代旅游丢报案越闹越大 观光署16号勒令停业三个月 随后平保协会也把年代提出 17号不班日年代旅游办公室不见人影 但看到越南政府年后立刻大动作展开调查 陈楚接地旅行社 而台湾只见高官放话 原本说下周再公布开罚 结果印发民怨 春节开工第二天 16号终于做出判定 但这把火已经烧到整个旅游业 最近还被观众说 你们旅游业已经变成诈骗集团了 能跟政府要求什么 规矿署表示年代旅游已经不是平保会员 将以规定向年代旅游追缴135万保证金 收到公文之后限期15天内缴纳 若不缴纳将会撤照 已经缴钱的民众15号之后 就联系不上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 平保协会提出四种协助方案 团体旅客要填写 旅行业履约保证保险理赔申请书 并检附相关单据证本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因本交由平保协会 以付金团费单稍未出发的旅客 若是以信用卡付款 需要向发卡银行申请 该笔款项列为争议款 在越南已经另外支付720美金的旅客 则可比照前两种方式办理 其他消费者则可以在30天之内 向平保协会申诉 如果旅行社有办理旅行业的旅约保证保险 也会由保险公司来理赔 不过年代旅行社负责人林大军 16号也对平保协会发布声明 表示公司因为财务困难 无法对旅客负起赔偿责任 及出团责任 看来旅客想要获得赔偿 变数还很大 记者于盛行曹文宁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